今日便待在房中 不要再理会任何人 若真有强行碰门而入的 不用留情 放心 不会有任何人打扰到你 破宗丹 六品中的上品丹药 能令窦皇巅峰强者 在晋级窦宗时多异常成功率 且服用之人 即使冲击窦宗失败 也能稳住实力 免去降级风险 这些药材品质都不错了 这些药材品质都不错了 他都进去两天时间了 怎么还没好啊 炼丹本就耗时 急不来的 再等等吧 应该快了 这句话你都快说了十遍了 他要成功了 他要成功了 这般动静 难道是七品丹药 不是 七品丹药承担时动静比这大多了 想必是六品丹药中罕见的上品丹药 没想到在这黑黄城内 竟然还有这等炼药大师 不知是何方神圣 看这动静 丹药都快达到七品之级了 就算是那奇山也炼制不出来这种级别的丹药 没想到磨炎谷的人也来了 竟然在这里遇见这群混蛋 不能让他们顺利回去 大长老 不知为何 那灰炮人总给我一种很危险的感觉 没想到苏谦那老家伙也来了 到时候连他一起杀了便是 我倒是比较好奇 这炼丹之人究竟是谁 这黑脚鱼什么时候又出了这种级别的炼药师 不太清楚 此次拍卖会 黑黄城汇聚了各方强者 想必此人也是随之而来的吧 他现在处于承担的关键时刻 若此时受到打扰 丹毁是小 说不定还得遭到反噬 胆子倒不小 那先生想要哪种结果 这种级别的炼药师 灵魂怕也异常强大吧 靠近房间白霓者 上 这女子竟是一名斗宗强者 实习之内 滚离此处 先退 与斗宗强者随意结仇 不是明智之君 我们湘门无以冒犯 你们是湘门的人 在下萧门门主 萧丽 麻烦几位也退开一点 不要打扰到炼丹之人 萧门竟然和子女认识 不要慌 他们的关系未必那么好 只是为何从未听说过 黑角玉有如此年轻的女斗宗强者 难道是从黑角玉外来的 你抱致有什么地方 我抱你 你抱他 你抱你 你抱你 我抱你 你抱你 不能 我们狂尸邦 天音宗 罗刹门 哪个不是黑角玉响当当的一流势力 当初黑盟想拉我们入伙 我们礼都没礼 寒风还不是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现在黑盟没了 封城里应由我们接手才对 哪里轮得到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萧门 在我们面前成大王 大爷 跪 我说了半天 这事到底做不做 不然我们狂尸邦自己动手 到时候你们就别来分一杯羹 听说萧门最强者 是个斗王 不错 封城在寒风死后 便是再无其他势力敢禁足此处 这个小小的斗王 都丢回装空子 大家不都在等着看 嘉南学院会有什么反应吗 不过这萧门在封城 蹦得这么久 嘉南学院都没有动静 想必是已经放松了警惕 不准备再插手黑脚衣的闲事了 既然这样 那封城这块肥肉 我们当忍不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山计 不愧是地下高级的武器 前几只是第一印象城 威力不下念份是老迟 日后有人对战 又多了一张底牌 采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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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来采离 闭嘴 我们得去黑角玉一趟 别想让我给你当免费的打手 我要是不在了 就没人能帮你炼制副魂丹了 三位 我清除黑角玉拳头未大 你们实力强 要萧门交出封城也行 可惜我并非萧门的首领 三位即便要我们离开 也得等我们的首领回来再说 紧紧歪歪 哪来那么多废话 现在老子可不是在和你商量 或者就别走了 老夫好久没有折磨人了 想让我萧门滚出封城 韩风都没这资格 你们也配 这位朋友 这是我们与萧门的事 外人还是不要插手的好 多管闲事 在黑角玉中可不是最明智的举动 在下萧炎 是萧门的首领 何来外人一说 萧炎 你就是击杀范老和韩风的萧炎 虽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 但他们二人确实正于无数 难道三位此次前来 是为他二人讨公道的 行了行了 我这人性自食 素不喜欢拐弯抹角 小门主 你也清楚封城这块大饼利润丰厚 足以令任何人养红 我们自然也不例外 原来三位是想来抢我萧门 在封城的掌控者地位 杜 杜 杜宗 这个女人 是追杀三弟的那个可怕强者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冯信 闭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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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回去后定会警告其他人 日后不要再行愚蠢之事 那就有劳三位 还请小门主不要将今日的冒犯放在心上 天色即晚我三人就不便打扰了 他日定会登门谢罪 三位请留步 小门主 莫非你真要赶尽杀绝不成 这下是三位误会了 来者是客 既然三位对封城这么感兴趣 我们不妨做个交易 小门主想要我们做什么 我有一个仇家 势力不弱 虽说如今我的势力已有把握与之抗抗 但为了万无一失 我还需要一些人手 我只需要三位到时候能助我一臂之力便可 不知小门主的仇家是大陆哪方势力 云蓝宗 云蓝宗 似乎有些耳熟 莫非是 为佳玛帝国拥有斗宗强者作战的云蓝宗 不 不 嗯 只有一位斗皇 其他长老则不足为局 嗯 嗯 果然是一群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家伙 黄极丹 黄极丹 你们应该听说过吧 三弟 啊 是那个能让斗皇强者在短时间内提升一到两星的黄极丹吗 哼 不止如此 听说提升后的残余药力还能故精炼蛊 让服用之人得到一次强化身体的机会 哪怕在六品丹药中 黄极丹也堪称巅丽 嗯 莫非小门主手里有 我会练 什么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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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多亏你了 若非你在 便在 它們不會那麼容易屈服 真正讓它們屈服的 是你的六瓶煉藥師的本身 我只是在旁震懾罷了 想讓我幫你對付雲山 你還挺懂我 可我憑什麼幫你 難道忘了我們的約定了 放心吧 你若是不想出手 我也不會強求 到時候你作弊上官也行 別以為說這種話就有用 我可不會隨便當別人手中的武器 也犯不著因為你 而去招惹一個鬥工強者 三弟 他到底是誰 虧你能忍這麼久才問 他便是蛇人族的美毒殺女王 什麼 你說他 他 他是 要保密 三弟 這次去雲蘭宗 如果得他相處 那不是 他拒絕了 這 太可惜了 沒關係 車到山前必有路嘛 二哥 幫我個忙 我這段時間再籌備一方丹藥 雖然蘇大長老幫我找到了這上面大部分的藥材 不過 還缺這兩種 你能想辦法找到嗎 陰神花 火陽靈液 這兩種藥材我聽都沒聽過 想必價值不菲 你放心 只要能收到這兩種藥材的消息 搶我也會給你搶回來 好了好了 別這麼粗魯 這些單藥都是韓風之前煉製的 品階不低 二哥你先拿去 想辦法賣了 應該能換一筆不菲的刺劑 你好好修煉 這些雜事 交給哥哥我來做就行 你是我們三兄弟中最有出息的 不該被世俗困住 有點想大哥了 來 乾 好 來 我來通知他 你快去通知三弟 記住 我們可以死 但三弟不能死 別太擔心 沒有消息就是最後的消息 三弟 我這就去安排你的事 放心吧 二弟 三弟 你們還好嗎 韓風這傢伙 在黑角域作威作福 得了不少寶貝 只是沒想到 最後都落入我手裡了 這裡正好能湊起一副煉製 負靈子彈所需的藥材 當初能從雲蘭族的追殺下逃出來 少不了海老和米特的家族的幫助 可惜 一直沒有機會回報他 既然負靈子彈的藥材齊全了 那就先把海老練習吧 我不好相遇 可不好交采 好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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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药顶果然是难得的宝贝 竟然能掩盖六品丹药带来的异象 只怕和老师那尊黑顶一样 同列天丁榜之上 三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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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记敲门了 没事 找我何事 我准备办一场丹药拍卖会 让价高者得 这肯定比直接卖出去更赚钱 能让丹药碧仪最大化 好主意 那我这就让人往外放话 把声势煽动起来 不过 当初黑盟的那些成员 恐怕也会闻风而来找麻烦 特别是那金银二楼 他们既在嘉南学院 可对我们却是丝毫不拒 二哥你只管去做 不用担心这两人 其他的事交给我 听说这萧门是近期才出现的势力 一出现就入主封城 来历神秘啊 是啊 这萧门到底什么实力啊 给人一种摸不透的感觉 诸位 带下萧门掌势人萧丽 今日在封城 首次举办拍卖会 若有什么怠慢之处 还望诸位担待一下 这就是萧门掌势人 区区一个窦王而已 怎么可能压制得住三大势力 就是 一个窦王啊 你也敢现成说实 这萧门也太不难黑角狱当回事 黑角狱可不是一个窦王 能说了算的地方 如果光靠你 那这场拍卖会 我看也没有举办的必要了 小子 还是让萧门真正的首领出来吧 韩风再怎么说 在黑角狱也有着不菲的名声 他的城市 还轮不到你这样的小辈作主 赶紧滚下去 你还没有资格站在那里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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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在这儿了 救命啊 丢人啊 救命啊 下去吧 好 萧门地盘上的食物 什么时候轮到你们 和二位来持手画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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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踪 秊梅 罩门首次举办拍卖会 可不想多声势端 望各位体谅义二 小炎 你杀了韩风主 还敢在黑角域 让武扬威 他就是杀了韩风的 那个小炎 真没想到 竟然这么年轻啊 我还以为 至少得是和 金银二老差不多的年轻呢 二位 既然韩风死于我手 这座层池 自然也就归我了 黑角域本就是个 弱肉强食的地方 二位在黑角域多年 想必不会连这个道理 都不明白吧 你 这封城是黑盟的董伯 韩蒙主虽已身亡 但我二人身为黑盟成员 有权收回封城 自然不会任你 再次撒野 你萧门最好乖乖撤出 否则 就别怪我们 手下不留情了 自古以来 城王败寇 韩风战败而亡 黑盟也随之解散 而我作为胜利者 接收这座城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两位若是不满 尽管动手便是 黑角域中没有公平 只有胜败之分 今日便让我们代替韩风了结仇怨 免得他死了都不安宁 我本不想破坏我萧门首次举办的拍卖会 但你二人一再得寸进食 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 好狂的口气 今日苏谦以及内院强势未在此处 你也配给我们这般说话 这两个老家伙要倒霉了 麻烦了 让这两位安静一些 这两位安静一些 该死 这不是一脚踢死汉风的那个冷血女人吗 就是她 华尘辉我也认识 她不是在追杀小爷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帮她 别问我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若与她动手 小命难保 要么 狗一波 狗一波 金老银老 封城可是黑盟的总部 绝不能落在这小子手中 只要两位一声令下 我们兄弟就立刻动手 保证半天之内肃清所有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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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张眼睛的闯祸 汉风是死在萧门主手中 他自然有权利接管这座城市 那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 嘿嘿嘿嘿 萧门主说得对 即使你干掉了汉风 那方程自然任你一筹 这 哎呦 哎呦 别中心 哎呦 这两个老家伙还真是不要脸 嗯 既然二位没有意见的话 那我们就继续了 若两位长老还有雅兴 不妨参加完拍卖会再走 啊 一定 一定 嗯 诸位物怪 先前只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 接下来便开始今日的正戏 丹药拍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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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了 不要再冷折一张脸了 我知道你答应我的请求 有一些受吞天蟒影响的缘故 绝不会以为 你真对我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其实我们之间 也没多大的仇恨吧 当初在地底 若不是你当年带走吞天蟒 我就不会有如今的麻烦时 更不会 现在你竟然还敢跟我说 没有多大仇恨 抱歉 但你与吞天蟒同为一体 应该能看到我对那小家伙 并无半点怠慢 连半生紫荆园这种稀罕我 都给他荡水一样喝 小家伙 给你紫荆园 又是吞天蟒的回忆 你有这拉扯旧式的先情 还不如赶紧给我炼制复魂丹 约定的一年时间期满 我若见不到丹药 你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头疼了 三弟 拍卖会完美结束 后面我会派人尽快收集起 你所需的药材 嗯 多谢二哥了 有了这些药材 老师的塑性不远了 拍卖会